他一有桑禮也有桑禮,先看一看 其實盡量留意畫面上的東西 之後會跟大家解釋為何他這樣拍會比較好 先看看 首先,我們拍戲的時候 其實有幾件事經常聽到導演或者攝影師或者場舞 即場記會說,現在是第幾場shot 一剔幾 其實剔幾場,例如第十五場 shot 的意思是甚麼呢? 即是不是shot 即是拍的鏡頭 譬如我們這場戲,可能是四個鏡頭拍完這場 可能我和阿智對話,我拍了兩個,他拍了兩個 那我拍完一場戲 就是那個shot,譬如第三個shot 拍完第四個shot就拍完這場戲 即是有時聽到這場十八個shot 說你也知道有排排的 我現在才拍到第二個 那你也知道 那你也知道 這個時候也給大家知道 還有,剔幾的意思是 譬如你拍下一個shot 譬如你拍下一個shot 到底說不行 或者演員不行 的話,就要再來一次 剔幾是 可能剔十二,剔十三 剔十三,剔十四,剔十四個也行 然後再拍下一個shot 首先,我們先看圖一 那,是shot 剔 youth 這樣我一定要說 那麼,下了,第二個 其實我們經常說 拍照也沒有優勝和值得 但問題是,我們拍照又能夠值得 但是影片不會有值得這件事 一定是能夠還能的 除非你很藝術性 即是打摺摸機 通常還得到,這個叫Film 不理你Rise or Close-up,不理會是Birds 這個就是Film,我們現在是拍16比9 這個就是16比9的Film 以前的電視機是4比3 我們現在是拍16比9 再有電影感重一點,就是再窄一點 2.35比1,就是再收窄一點 其實它是拍Y,這個要先吃 其實有一個叫下一個圖 大家看不清楚 首先有三個彩色,這個第一個叫Y-Shot 我之前想過自己畫的,不過算了 我之前拍過或者找過一些照片給大家解釋 Y-Shot的意思是,我們通常拍戲的第一個 或者轉了場後,觀眾未必能理解到 突然間我在一間警署裏面,可能是審一個犯 一來就檢註一個犯,其實有些人未必能理解到 可能在我們那個叫解話 就告訴大家,這個我拍的地方是Y-Shot 或者是餐館,或者現在是教堂 一來就是教堂,當然是以理解到 我原來這個是基本查經班 接著,下一個Shot 就先跳去Cose-Up 或者跳去其他Shot 通常我們拍戲,現在就要留意 我們最好第一個是Y-Shot Cose-Up